进入8月以来,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持续交捂,美国月初宣布惩罚土耳其两位官员,随后又对土耳其钢铝番被征税,面对美国屡屡刁难,土耳其毫不示弱。 近日,土耳其便宣布抵制美国的电子产品,其中就包括iPhone。然而有人却说,土耳其报复美国,甚至全民抵制美货,全民拒绝购买苹果。 也无济于事,美国与土耳其交捂,美国是罪魁祸首。2016年,美国怂恿土耳其反对派发动政变,企图推翻土耳其政府,企图颠覆埃尔多安政权。 土耳其当然要坚决反抗,埃尔多安当然与美国不共戴天。就说目前的美土关系,也是美国首先剽起事端,美国制裁土耳其两名部长,土耳其以牙还牙,也制裁美国两名部长。 美国提高土耳其钢率关税,导致土耳其里拉暴跌,土耳其同仇敌忾,国家宣布抵制美国电子产品,民众表示不买美国苹果手机。 当然,土耳其国家和人民抵制美货,客观地说,因为美国体量太大,因为土耳其能力太弱,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大。 但是,土耳其只举透出一个鲜明信号,有压迫必有反抗,美国的霸权必须受到挑战,确实,美国的霸权与当今世界格格不入,害怕美国的国家越来越少,反对霸权的国家越来越多。 美国动辄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,政治打击,无力威胁,吃一套吃不开,行不通了,土耳其已经觉醒,美国也应该醒悟了,猫开云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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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